三千万就在于 这看一下 我们把钱花在地上 这房子 这一粒全部都是 如果你觉得喜欢这个视频 点赞 投币 双赞 请不吝点赞 今天不是没事 今天是 大家算是以前挖的坑吗 就是说我们家子 不够老朋友 三千万人 今天来解冰一下 三千万到一千 现在哪 今天又学驾照了 今天驾照终于算是过了 考了四回 考了四回终于把那一个坑木过去了 我的天哪 所以说 怎么说 好老师 跟会教的老师不一样 唉 所以今天碰到一个会教的老师 这老师一次把我教回 考了四回 一样的坑木考了四回 换了四个老师 教都没把我教回 唉 我太笨了吧 我都怀疑 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傻 简单 简单名额的说 三千万在哪呢 三千万就在于 这儿看一下 我们把钱画在地上 这房子 这一粒全部都是 算是我老婆的名下吧 因为买的时候 因为我是外国人 我们当时 带款来干嘛 不太方便 为了方便吧 把这个全部买下来了 那边的话 是以前 老表他弄了废品收购 然后我们现在跟老表说 再尽快把这个东西收 废品全部 冰箱全部清出来 然后卖款 我们把这收拾一下 然后不止这一粒 这一粒也是 天气啊 这间 放在那一间房子也是 这是一条比较细的路 看一下 所以说简单的说吧 从这个地方 这个看见没有 这个地方 这个有一个墙 从这个墙一直到这 一直往这走 这房子也是我们的 算 现在他有人住 你看我老婆 来 好 哇 好 没 functioning 哎呀我天 等一会儿再弄你吧 你一只猫 到这 这是借给您的 本来没有这破房子 没有这种东西 他们自己盖的 这都是一些安全隐患的 一直到这 一直到这 一直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片全都是 地方是不小 就是有不好的地方 三千万买的地方 地方很可以很不错 问题在哪 问题在于现在有人住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我们想弄 你看看 你看看 罐子 等一下 那是什么 你也知道吗 头头 脖子 脖子 OK 哦哦 这有点 恩知识的东西 哈哈哈 这有点 谁浮的 我明白 为什么?为什么这里? 为什么爱你把这个地方放在这里? 为什么爱你把这个地方放在这里? 不知道 我们打算把这个地方房子全部拔了 拆了 拆完之后 然后我们在这盖自己的房子 但是后来因为经济不景气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还有人住着 最起码每个月还稍微有点收入了 跟我老婆合计了一下 房子先不拔了吧 等那个人他们完全不住了 我们再把房子拔了 然后再盖自己的房子吧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前一段时间我们再做的就是 找地自己盖自己的房子 有这个想法 还有一个不喜欢的地方在哪里吧 在这 大家看一下这条路 这条路很不错 这条路干净是很干净的 问题就是在于 太窄了 就是对车能过 能过两辆车同时 但是有点窄 特别这看 过去 特别这看 从这从这过来像拐 拐到这 这个地方太窄了 出行有点不方便的感觉吧 这是我的第二个考量 好了大概的三千万的坑 就是这样的一个坑嘛 所以怎么说呢 我感觉三千万不是太大的问题 慢慢的还能还清 现在就是我们想 买第二套房子的话 要用我的名去贷款 因为我工作时间才换了工作没多久 有可能就是太高的 就是太多的那个 钱带不下来 有可能两千万 2500万左右才能带下来吧 关这儿 这是前一段时间我说那房子卖的 现在他们要把这房子拆了 拆了听说要去盖 要盖两栋房子 然后卖商品房 一户建的商品房去卖 一天十块钱一天十块钱 慢慢涨慢慢还吧 我们很年轻 希望以后能留给 给儿子给姑娘稍微留点什么 能留点什么 能留点什么东西 好这期视频到这儿了 喜欢视频点点关注 期待你的点赞 评论转发不出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点赞 投币 小赞 1点3点 1点3点 评论转发不出发